第二節 講市之前 講講疫情 第十頁 為什麼講疫情呢? 最近市的反應 其實是多少拿疫情藉口 疫情就不只是英國 美國那麼簡單 當然你勒著英美 就一定是他們反應大 他們都是覺得你燒不到那一塊我就沒事 你燒到那一塊我就倒閉 除了英美之外 其實最近說東南亞那些國家都多了 包括日本你也見 現在奧運都說分中彎 印尼那一集 你請工人你就知道了 封死了都過不了 是會怕這個所謂變種翻鬥的 這幅圖就拿到星期三了 它就展示了全球 英美那些數字 那個數字是有回升的情況 但是你如果看英美來講 例如看美國就黑制的 就是同一個高位比 你說要上高位那麼高 就暫時看到還有距離 英國就近些了 但是美國就沒有 你看到英國的疫情都不是加仙上 都上了一輪的 但是市其實都沒有什麼大反應 所以呢 比較關鍵就是美國的疫情會不會失控 疫情失控就是一樣東西 但是疫情和那個市的關係 最近來計算就低了 這個要承認 因為如果你一計算 其實去年3、4月的時候 3、4、5、6月 有一陣子 疫情會的數字和那個股市的關係是挺高的 但是之後呢 你記得如果去到去年年尾的時候 這幅圖也展示了 去年尾的數字是很高的 就是這幅圖的中間那裡有個高位 其實那時候的市都沒有什麼的 就是你去到一個去年尾就有疫苗了 12月的時候開始打了 可以有疫苗 有一個 政府都叫做抗疫疲勞 他們都不搞了 不管了 任由它 死就死了 照開了 就是已經有這樣的心態 那變了那個疫情還疫情 就市還市 但是去到現在的市就太貴 太高了 太高的時候太貴的時候呢 也都慢慢發現一件事 或者有一個想法就是 之前經常說那些疫苗變種都可以 其實真的不行了 現在看到 打完針一樣照種 變種就根本沒有用 那你發覺是不行的時候呢 那個市場都很老實的 就是會有反應的 那所以呢 接下來呢 如果疫情再一路上 那你都遇到市場 就真的有機會是會增加一些 但是現在看 最近呢 這些pattern呢 不用我教 很猛的 你都看到了 你看看綠色那條線 如果你想想那個lock scale 我沒有畫上lock scale 給你 你自己試試上我的網上做一個lock scale 其實那些高位呢 這裡出現了一二三四四個 一個就是第一次 三月飆在那一個高位 然後再去到差不多八月那時候 你下面寫到August那時候 就第二個了 接著去到去年尾第三個了 接著去到四月到第四個了 你再數而已 其實我都說過了 四個月到一個高位 你現在這樣飆上去 下一個高位應該在八月左右 即四個月到一個高位 那如果你用這個時機的話 當然你這樣飆上去 其實現在到八月 理論上的市場都是差一點的 即有機會借這一點點 我又說過了 之前來說的關係是低了的 但是最近來說 會不會因為大家都覺得 疫苗變成了可能沒什麼用 或者那個病毒變成一種 會令數字上升 會開始害怕這件事 或者借小利益 也有可能令疫情股市的關係會高一些 所以你的慎防有一個可能就是 當疫情上升的時候 這個股市也會借這件事去拿一下 但是當然那個幅度未必會很厲害 所以你很對應那個疫情情況 我也看 如果你以最近的疫情翻兜的情況 以及以四個月一個高位來計 它這個樣子抽上去 你看綠色的線 其實頂多都是上次的高位來的 不會去得很高 你自己拿知不華 即是如果 如果以最近的那個兜 上回那個速度 跟上一個的兜差不多 你又是說頂到頂的間距是四個月左右 你以那個為一個高位 你現在射上去 你射得多高 不會很高 所以我上一次說過 我的疫情其實未必會再回上去 就算回上去 都未必會破老之前的那部位 其實你現在看這個樣子 可能都是慢慢是事實來的 11月 11月就另一個這個星期的焦點 就是比特幣 比特幣昨晚就因為 就是一堆那些做市的富豪 拿到新的那些 做市上回好 當然他們說 加持 加持 對我來說都是叫做市 沒有分別的 我也是這樣說的 做回好 那個幣就抽上去3萬2 但是 你說跌穿3萬 上去3萬2 不是什麼 老實說 你以比特幣的比例來計 那 那 大小其實 都 沒有什麼改變的 那個看法都是 你整個通道 我現在這裡畫一條直的盡量 這條直的 我畫好看了 其實我應該畫一條曲的 我之前畫過了 如果你記得的話 如果你當它是直的話 其實 上去下底 下去下底 下去下底 就是 以每一次的這些 混能的模式來計 你所謂的通道 這條通道是 regression feature 這條通道是 regression feature 出來的時候 它Bound within 那個通道 那個意思就是 就是 一個 Egolibium searcher 這個Egolibium 就是那個中間 那條 那條 當然了 我假設的 trend 就是一個 consensus loop 那你現在就是 當它是一個短期 就是幾年裡面 我們叫短期 短期裡面的一個 比較穩定的一個 一個均衡位 那它現在就是 在搜索的均衡位 Egolibium searcher 然後就 fluctuate around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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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均衡 那個均衡 就是現在看到 紅色那條線 那條就是best feed line fit出來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 這個關係 就是這個 目前這個通道的關係 仍然成立的話 還在這裡的話 它一定要 fluctuate 出來包這個關係 那所謂 fluctuate 出來包的話 你偏高就要去偏低 偏低就要去偏高 那你偏高過的時候 就是你高過紅線的時候 你下跌還是要低過紅線 那除非去到這個位 有一個social change 有一個結構的變化 令這種關係改變了 就是突然間 可能不止富豪 一直在加持比特幣 直到發現外星人 外星人都可以加持比特幣 那就是舉個例子 那就是 你又有這個 變化 結構的變化 改變了這種關係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算有 一些新的監管政策 你改變了這種關係 你之後改變了這種關係 就是把通道由向上 扭抹都變成橫 甚至轉跌 那Anyway 你還是要跌 如果要跌的話 就算我比較樂觀的看 通道是向上的 不是被那些監管打壓 將它扭橫 或者扭轉向下 OK 那你向上的一個趨勢 現在還沒有跌到紅線 那就是說 跌穿紅線 其實是必要的 如果按這個通道的關係 那跌穿的話 通常都不會穿一些 不會剛剛踩了紅線 就算了 這些通道我們畫得多 見得多 跌穿通常都去到 負1的標準差 甚至負2 所謂負2的標準差 就是綠色那條 負1就是灰色那條 你看到也不是跌穿灰色那條 負1就是跌穿一點點 都是近負2那邊 因為你去到正負2 正負兩個標準差 其實這裡才遇上了 大概九成至九成半的日子 所以其實用一個統計 如果你說這個關係在這裡 九成半的可信 那它大概都要回到接近綠色那條 才算數 才做完這個 當然 這個戰爪 是我隨手畫的 你看到右邊這個 跌下去的速度 可快可慢 快一點 直過落 那當然很差 萬多元 那你說慢慢矮爛下去 就是好像2018那次那樣 它走到紅線那裏 橫行一段時間 然後才坐下去 或者2019、2020那樣 慢慢地去矮爛 其實圖它是說的橫行 你嚴格說它是橫行 但一個通道斜上去 一個橫行 它慢慢都是向通道的下方移下去 所以它一點跌下去 都很影響你最終跌下去的低位是多低 譬如如果它慢慢橫行 跌下去 那它可能是兩萬個頭會見到低 如果它快一點 就像我這個戰爪一樣 射下去 那它可能是萬多元才行 但anyway 你現在看了三萬已經是未到低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 就應該是會見兩萬個頭的 甚至低一點 一萬多元 這樣才叫跌完 基本上是跌的 沒有什麼再討論價值 跌的 你又沽不到 你沒有沽空 那你又買的 買家又不是時候 沒話說 如果比特幣跌 其他那些跟大隊 都差不多跌了 所以都沒有什麼說 當然最近流行NFT NFT 我家人手環都去買 但是當然人各有智 大家看法不同 我就覺得如果你說 第一 NFT 你拿以太幣這些計價 現在那些幣都會跌 其實變相 你那些NFT那些都會跌 第二就是 那些公仔紙 就是做一個Digital的Picture 那你都可以放上去 賣幾千元幾萬元 其實這個真的很屈感 所以如果你是入場 沒有問題 但是你的心態一定要 你要知道很清楚 你自己在玩屈感 那當然這個世界 傻子大把 當然有人比你的 傻比你的 或者你扔出去 然後做星星 那你自己是傻子 這個就是看你怎麼看 總之鬥傻遊戲 就是一定是 就是 最後那個就糟糕的 你就知道這個結果 你清楚這個結果就可以 那你就儘管玩 那如果閒錢就沒所謂 你就輸了就跌了 或者不愛意花了 就是你總之這個心態 你玩得舒服的 就OK 但是如果你不舒服的 那你就不要玩了 有時候也是 我發覺有些 那些社交媒體 有些人做一些訊息 寫一問 那些事情怎麼樣 那些事情怎麼樣 那些事情 坐得不舒服 那些事情 我都免得回答 通常如果你坐得不舒服 你就不要坐 就是坐不起不要坐 坐得起才會坐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時候這些 這個討論 就是炒賣 炒賣 炒賣都挺看心理質素的 有時候 我們說這些 不是教你炒賣 因為我們說的大小 那大小 告訴你它是 它是像不像這樣 值不值薄 貴還是便宜 那你說它便宜 那便宜的話不一定升 貴又不一定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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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比較多 12月 那些油價呢 我有一張拼圖看 它跌到六十多 就差不了幾 那我的拼圖看是六十三 那其實turn out 你現在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也是星期三做的 那其實它似乎在六十五宗那裡 就做了 這個是紐約油 紐約下要負近期油 那就是一個幾個 那做了 我來講你整個現在氣氛 已經是轉回一個on的氣氛 那不需要太淡 我仍然都是維持 如果你守著的話 它都是會先抽一抽上去 就是當然你跌了上來 什麼衰的離淡那些 藉口都拿出來說的 又說增產 又說突然間那個 疫情的失控 接著那些航空服役部旗 那些好多 那些壞東西 都放在桌子 拿不拿出來說的 或者那些analyst 拿不拿出來說的 或者那些analyst 說之後那些媒體 報不報 其實是這樣的遊戲 實際上不是不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問題就是 有時候做起上來 有時候你膽子在這的時候 那你怎麼做 就看圖做的 有時候 我來講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